欢迎收看9月18号的财经SRSO 晚上好 我是景龙 首先来看股市走向 美中贸易争端不见改善 扰乱了亚太股市走势 而马股昨天休市逃过一劫 今天恢复交易却不跌 全天下错了10.82点 收报1792.94点 汇率方面 尽管美国通膨稳定 消除了其他货币的压力 但市场充满了负面情绪 马币对美元下错至4.1410令吉 紧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散户今天净买入1982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以及外资 这分别卖出1874万令吉 以及108万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企业Black&Wid的单元 首相杜马哈迪再次掌权之后 就倡议备受瞩目的国产车3.0计划 以推动工业发展 可是他今天却表示了 大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电动车时代 暗示第三国产车可能不会采用 大势所趋的电动车路线 虽然新国产车大气还没有尘埃落定 车商大多忐忑不安 无论如何他们欣然公布了 在税务假期带动之下 8月汽车销量亮眼的成绩 大马汽车商工会最新的数据显示 8月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 或者是13835辆 一共有65511辆 而今年首8个月 汽车销量也比去年同期高出了10% 不过他们估计 随着输入假期结束之后 9月份的销量将会低于8月 另一方面 五统昔日掌控的肯殖民相关公司 FGV控股今天宣布了 首席执行员拿督查卡利亚 已经承词 而该公司对他的停职行动 也宣告结束 早前的查卡利亚受访时 就曾经表示 自己尚未出局 要撤换他需要有理由 因为合约生效至明年的3月 想不到今天就先自行辞职 另外该公司于今年8月28号 宣布针对新旧董事 以及管理层涉嫌舞弊案件进行的 法证调查也将会继续 预料今年尾将会完成 换个焦点 美国通用电器G1的首席执行员 弗兰娜里今天确认 该公司将会继续在大马的投资项目 也就是大马引擎服务中心 G1SM 并带来总值8000万美元 也就是约3.3亿令吉的投资 G1SM是通用电器位于书邦的航空引擎服务站 为了支持CFM国际公司立发动机的维护 修理和翻修MRO G1SM已经和马来西亚航空集团的 此公司IVP签署了一份长期的租赁合约 另外通用电器也宣布了 其在吉隆坡的总部 也将会创立全球IT服务站 预计将会有130位本地员工加入其中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